这次南投县的立委补选呢 蔡培会胜出击败了国民党的对手 老县长林明珍 对此学者何景荣在脸书上就发文 他说在野党的问题 其实是在于推不出像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许晓星 这样站立的角色 继续迷信老人政治和地方派系 那么2024总统大选还要再输到脱库 而许晓星则是在下方留言说呢 不气馁继续战斗 能打人才不会被打 让蔡培会只做10个月的立委 看起来这句话呢 要把很多呢 认为说这次有些气馁的人 通通耗杀起来 希望呢可以在下一次的选举 拿出好成绩了 而除此之外呢 台道教授左振东也在中天蜡晚报就说了 莱茵这一次的选举 有不少地方其实处理的不太好 而且这个投票率是高达4成6的 这代表什么呢 很有可能这整个的选举结构来说 有一些年轻人 还有在外地工作的民众 是有回来投票的 这一次的投票率 其实比2015年那一次 硬生生的多了将近9% 那么大家知道哦 前几天才是228廉价 所以很多年轻人 事实上应该在228廉价之前 廉价之前 廉价的时候就回到南投来了 那他要在这个时候再回来南投 不太可能 所以为什么投票率会增加 那我觉得很显然 第一个很可能还是有年轻人回来投票 第二个应该还是有外地的人回来投票 不只是年轻人而且在外地工作的人 在比如像在中章头一带工作的人 那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国民党当时在整个去盘整这个选情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忽略掉的地方 就是说到底投票率的高还是低 对国民党是有利的 既然看起来投票率比上 比8年以前高 结果国民党丢掉了这次的不错 所以是什么样的因素 使得这个最后的这个选情能够吵起来 我看到昨天晚上的画面 蔡培会跟他的母亲抱在一起哭 而这个其实在台湾的选情 刚才这个永平言讲说 女性的年轻的都吃香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选前之宴有哭的 这个好像也有吹票的效果 这个好像有我们也看过好几次 所以整体那个气氛的营造 就感觉上说 他是发挥了临门一角的效果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是投票率 第二个 在这次的选情选举里头 我们看林明珍跟这个蔡培会的几个乡镇式的 这个得票里的情况 大概林明珍在南投市的优势 被这个蔡培会在竹山的优势给抵消了 所以这两个大概相去不远 可是他有一个地方 他人口数比南投市跟竹山镇都要少 可是林明珍却输了两千票 这个地方就是民间乡 那民间乡为什么特别指出来这个地方呢 因为民间乡的这一次发生了一件选前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间乡在这个选前的时候 大概在一个多礼拜以前 那个时候林明珍跟蔡培会的这个竞选车队刚好相遇 然后有被拍到这个林明珍的团队有比倒战 因为当时在在那个两两两边都都要强碰之前 那时候当地是有不少人对林明珍对这个蔡培会是 可能就是替他欢呼啦替他鼓掌替他叫好啦 然后林明珍的车队去被南下助选的一个民进党的市议员拍到了说他比倒战 只有这次输最多是输在民间乡 蔡培会在南投这边的立委补选呢 当选之后在总统蔡英文他就在脸书发文来祝贺 他说选举是为了要选出大家可以照顾大家的人 相信重返立法院的蔡培会呢 一定会带着这样的信念继续为南投打拼 不过贴文却是遭网友留言怒轰说 不用为了选举一天发好几篇文 我就没看过总统关心新竹棒球场 是不知道还是害怕想起来呢 好这看起来呢是一点选择性的来做po文了 此外呢新北市这边呢 大家很关心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被认为说 应该就是国民党2024总统选举最强的人选了 而侯友宜呢多年好友国民党立委邮玉兰就爆料说呢 这个叶玉兰他就说呢 对他的了解来说侯友宜随时都在做准备 而侯友宜呢他也说了 当前最重要的是新北市的市政工作 至于副市长呢日前在区政会议 要新北市务官们做好准备 被解读说是不是代替侯友宜下军令呢 等于要是在宣布参选 而侯友宜就解释说副市长还有各局处的首长 是在紧盯区政进度 希望大家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穿着很休闲 新北市长侯友宜秘密出任务 连两天没有公开行程 原来是去呵呵做事 侯友宜拼市政 不过副市长刘和然却要事务官 做好市政被批评的准备 引人遐想 南投立委补选结束 接下来就是全力冲刺2024 蓝营内部盛传朱立伦也在默默备战2024 操板手还是立委傅昆奇 侯友宜的态度耐人寻味 国民党上下口径一致 南投补选后再来讨论提名作业 而且会先决定不分区 以及区域立委人选 最后才来讨论总统提名 莫非是要等侯友宜 议会总咨询结束 才进行征召 外传侯正宜已经在找寻 可能的副手人选 侯友宜私下动作频频 就只差表态的最好时机点 尤其南投立委补选落败之后 蓝军支持者危机感加重 对于2024提名时辰和人选 只会更加着急 记者彭仪德 蔡平宏新北三文报道 在这次南投立委补选过后 其实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 就进入热森赛了 而台湾面临的两大问题 一个是战争跟和平的选择 一个是民主还有专权的走向 下一次大选将会决定台湾 究竟是走向战争的深渊 还是保持和平的局面 自由民主究竟是将维持 现状还是趋于崩腿 这个又是他看人民的选择 但我们看到现在呢 拳动法的说法 短短11天踩煞车 时日评论员谢寒冰就说了 说法其实是蔡英文的意思 而蔡英文又是听美国的意思 美国的战略想法 就是要用台湾人的命 来换取美国的空间跟时间 这一定是蔡英文的意思 但蔡英文吃饱了 撑了没事干去动这个干什么 这个对蔡英文有什么好处 我跟你讲 其实也不是蔡英文的意思 真正就是美国人在动 就美国人要求我们做这件事 实际上去年就要求 本来美国人的要求是 这个法要修 然后你跟兵役同时 它其实是要两个一起动 对 就是兵役也延长 而据我所知 其实兵役延长一年 美国人还不太满意 据我所知 但是民进党为了怕 你如果延长到 像原来两年 甚至三年兵役 会整个大炸锅 所以只好暂时延长一年 之后再看看 然后本来美国是 去年就叫蔡英文去推这个 直接以后 就第一个全治言论 第二个 所有的人 你都要对这个国家 有责任有义务 然后你都不要想跑 全民皆兵了 他之后造册 我跟讲 根据美国人那边的意见 他不是只有学生要造册 以后他是所有全民 全部都要造册 而且不分男女 他就是要把你全员动员掌控 然后以后 就根据美国人的调度来做事情 他要的目的就是这样 所以 其实我也必须帮蔡英文讲的话 这也不是蔡英文 自己硬要做这件事 不是的 不是他想要做 这是美国人想要这样做 因为美国人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美国 我从来不是以美论者 我非常肯定美国人的用心 美国人的用心非常简单 就是叫台湾人全部去死 这就是美国人的用心 因为用台湾人的死 来帮美国换取空间跟时间 这就是美国人的战略想法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台湾人 真的命见得像狗一样 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奴才 去喂美国人死 你觉得很光荣 那拜托请你支持民进党 就支持民进党这些作为 就支持全民动员法 如果你不觉得你是人家的奴才 你不觉得你是美国人养的狗 你觉得你自己是有尊严的生命 你应该为自己而活 请我们一起反对这个烂党 因为这个烂党已经变成美国人的奴才 已经变成美国人的走狗 已经完全丧失了 作为一个台湾人的基本尊严 所以我觉得其实讲再多已经无效 因为这个党已经见到骨子里头去 现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起手是出来了 访美行程确定4月8号出发为期三周 会去纽约波士顿华府还有休斯顿 而黄山山 吴欣怡将会从旁驻镇 在外交的总体方针上 柯文哲预计将主题定调在 两岸和平台湾自主 就看到时候美方是不是会为他的做法来买单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